这位左勇右胞的男子 就是民进党组织部主政 不得和赖清德都是新潮流 他还专门帮赖清德排行程 希望当于陆战大将 却遭踢爆三不五十上酒店 甚至毫不遮掩 穿民进党制服战酒家 从这晚餐和梁文杰 被周刊报曾去澳门接受招待 到赵天琳还跟疑似大陆女间谍 交往十年 如今连赖清德陆战大将 下班后跑酒店生龙活火 各界讽刺这才是真的民进党 把这个陪似的女子 整个吃下去的画面 质问民进党 你们的人缘性别意识在哪里 民进党台湾价值就是唱窗人枕头 口口声声讲台湾价值 口口声声爱老婆爱小孩的 结果半夜里面都在干 不正常勾当的民进党 民进党的上酒家玩拟人 聚重淫乱事劣机斑斑 林振宏已经提出辞城 我也已经准与他的辞职 当网友嘲讽调侃 林振宏下班上酒店算什么 疫情爆霸时 王碧盛还上班跑去看小三 抱小孩也同样能升官 而赵天琳亲密交往大陆间谍十年 如今没退档 泄密案也没查 林振宏上酒店就被开除 真的毫不公平 罗智政当初还有开个记者会 还有鞠躬 可是这两年以来 你就会发现越来越离谱 赵天琳 王碧盛 王八千 哇 嚣张的不得了 网红吸大麻的事情 都要出来公开道歉 政治人物的道德标准 比对网红的要求还要低 在民进党一样是桃色风暴 但原来标准也是两套 记得张罗慈虚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